很激動,很開心,因為很難,要拿這個獎在這幾年是很困難的事 因為MIRROR的呼聲和他們的粉絲是很努力幫他們拉票投票 但是有票未為輸,我覺得這次這個,怎麼說 樂區的拉票攻勢很努力,所以2024年我會繼續 而且我都會開始去,因為我今次,譬如我社輝春 或者我們擺街站那些都不漂亮,那些膠椅那些 現在就會升級一下,我自己會砌一個專門拉票用的拿你命三千 可能集社輝春,AI社輝春,我上次買了水銀血壓計 誰知道去到銅鑼灣那一站已經爛了,所以我會轉用電子血壓計 對這次,再看看什麼利民措施,幫自己拉一下票 文西國家有任務給他,他未有空 剛才看到光B,剛才看到有很多不好意思,大家都以為他很大機會拿獎 其實我覺得很早的階段開始,光哥已經是讓賽了 他有特地打給我,也有說,我也有投你一票 你問我,我覺得,怎麼說呢 其實我自己這次是因為,亦都是因為有了尋光哥哥 我覺得,嗯,氣氛好玩很多 以往,你說我一個人,如果好像往年一樣,剩下我一個對著MIRROR的成員 那我就覺得,我要很審慎,你明白嗎 這一局,尋光哥哥陪一陪我,我覺得,我覺得混淡一點 那個風險混淡一點 我之前也覺得,不敢那麼主動去拉票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MIRROR的粉絲,他們很疼心 而且,真的很疼愛他們自己守護的偶像 而且,最有趣的是,我們有很多Cross粉絲 很多在我留言的,或者很多我的歌迷都變了鏡粉 真的,但他們又不是那種叛變的 他們又喜歡聽我的歌,對我亦都有陪他們一起成長的感情 但他們又喜歡自己的電話,和家裏,MIRROR的樣子 那你問我,我又很OK 正如現在,我有很多Fans,跟林家謙都是CrossFans 我覺得其實都挺好,起碼,其實這跟我小時候讀書很相似 我小時候,在班裏,我不是最高分的那個 我亦都沒有說,哪一科特別厲害 但我平均分OK 所以每一科的老師都不討厭我 嚇死我,他喊了兩次,張敬軒第三次的時候 接著林家謙偉就叫我,喂,是不是你? 不會 我沒有說不玩得,認識了阿Jan這麼多年 還有看他玩人玩了這麼多年,我都心理有數 你有沒有抱著,這次又被他玩了,不信呢? 我又覺得沒事,其實你想想想 在商台,要提張英軒的名字 這麼多次的AIRTIME都不少錢 我都很開心,我沒試過在阿博見到自己的名字 這麼多次,他剛剛有三、四次 我已經覺得很威風了,但是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之餘,這種感覺又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 因為我剛剛十年前,2014年的1月1號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拿這個獎 這十年發生了很多事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可能 真的有想過來這個獎學已經很遠了 因為潮流正在變,觀眾的審美正在變 我的粉絲的年紀都在變 所以變了不出奇 我剛剛也有跟那邊的傳媒朋友說過 每個人的路都不同 有些人是跑半馬,可能兩三年就拿 或者連續拿很多年,好像阿神一樣 但是好像我自己的命運就是 你必須要耕耘才有 所以我覺得很巧妙 很感謝上帝 也很感謝今年自己突然間 其實真是無厘頭 阿Jan有問過我 我們去時裝活動的時候 阿Jan有問過我 是否你公司做的? 我說不是 我自己純粹有一天洗澡的時候 然後想,不如拉一下票 因為我看到那些粉絲很可憐 天寒地凍 所以今晚 對於我來說 今晚的氣慾都未開始 頒獎禮是前賽 所以待會要跟他們慶功 我們會在外面跟粉絲 請 前浪推後浪 前浪推後浪 糟了,我現在暈了浪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浪 反正 最重要是自己要是一個浪 因為 我覺得有時是一個選擇 有時 在我們這行 當 可能那兩年的運不好 那些歌不去 或者可能自己的創作 或者是時不與我 其實很容易會氣餒 而且會跌入一個 做給自己的小天地裏 我也有亂想事的時候 我剛剛在頭上忘記說 我很想鼓勵一下後輩 其實我自己 就算我做了這麼多年 就算這幾年不停開演唱會 或者今年 大家看到我 好像生意上都過得去 但其實我都會有迷失 而且我上連燈看完 那些人罵我 我都會不開心 但是 人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這份工 經常說福和相依 你要接受到那些掌聲 和讚美 或者這個杯 你就要接受到別人批評你 而且我經常抱著 Maybe you are right 這個心態上 那些forum 不一定連燈 網上有些人罵你 或者有些人特意 DM來罵我 你看一下 或者他說得對 如果他這一下罵中你的 又令你的人更完善 不是多好 比AI好 所以我覺得 真正正在我這十年中 是鍛鍊出來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今年 有這個獎給我 我相信對於我自己人生的階段 是最好的時間去接受這個獎盃 你不敢說 那四位又恭喜你 你制服你一起競爭 我們沒有很刻意 可能一會兒慶功會見到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就算我自己做年輕 做小孩的時候 都會很想獲獎 誰獲得我都開心 無論是MIRROR獲得也好 家謙也好 Tyson也好 John or Jeffrey也好 誰都好 我看到他們獲得我都開心 但是 不代表拿完獎 明天就 可以 腳硬硬在家裡 所有事情是從頭開始 而且 我這次還要很 我儘量保持自己人間清醒 你問我 究竟我是否真的 全票去拿這個 我最喜愛 我覺得不是 這次有很多 其他沒有入圍的歌手 他們的歌迷 將他們的遊利票 將一些深水票 那你說 敬佬也好 還是真的可能 疼我也好 whatever 我覺得我都照單純收 因為我都說 我 我取得這個 作為一個祝福 還有 我當我自己現在是未做到 既然我拿了這個杯 我今年的目標 就是追到實至名歸 這就是我給我自己的目標 即會繼續寫歌 是啊 其實我這麼多年不寫歌 是因為以前舊公司 有同事說過 你寫歌這麼慢 我們就要出糧 不如你唱一下別人寫的歌 我當時有點鬥氣 我也有恨過 最好我唱別人寫的歌 就一直都不要Hit 就Hit回自己寫的親生仔 怎知道那些歌又Hit了 就是酷愛 余鎮那些 但是 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人到中年 就是 我覺得開始懂得去表達自己 所以隱形遊樂場 還有我今次派這個 青春告別式 其實全部都是我自己不開心的時候寫的 是啊 這個不開心是在疫情當中發生的 疫情已三年 帶給我很多思考 很多壓抑 所以有痛苦就會有音樂 有音樂就會有獎項 所以繼續讓自己痛病快樂著 開心做事 但是都在生活當中保留一些痛 令自己有多知覺寫歌 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